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缘叫景德 我们今天的词都景德镇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年号 这一年一开始的兆头就不好 还没出正月 都城开封就地震了三回 然后就是全国这儿也震 那儿也震 这一年居然是中国古代史上地震记载最多的年份 当然了 今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个 而是战争 宋朝和北方辽朝之间的战争已经断断续续搞了五年了 双方是心知肚明的 就这些小打小闹的边境的军事摩擦 它只是个序幕 宋辽之间这个恩怨 它迟早得有一个最后的了断嘛 得来一个大决战嘛 大决战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开始的 那到了冬天什么样子呢 二十万辽军骑兵就已经从今天的北京南部 雄安这一带啊 一路向南突破 到了黄河北岸的禅州 禅州就是今天的河南蒲养 这个地方在古代也叫禅渊 也是后来著名的禅渊之盟签定的地方 那你想这是什么地方了 就是如果辽军的骑兵过了黄河 从禅州到宋朝的都城开封 今天开车也就两个小时 当年的骑兵也就一天 那大宋朝就危险了 那这场最终的决战 那双方虽然都知道它迟早要来 注定要来 但是当它真的从北部的边境 像洪水一样卷过来的时候 当所有的骰子都制出去 当双方所有的底牌都翻开 当所有的筹码都全部被推到台面上的时候 那种滔天的历史洪流 还是挺让人惊恐的 身在其中的人都明白 自己只要一个不慎 做出一个选择 那就有可能粉身碎骨 当然了我们作为后人都知道 双方虽然这一年拉的架势不小 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谈判桌上 签订了著名的禅渊之盟 为宋辽两国开创了后面120年的和平 一句话 大宋朝最终扛住了 有惊无险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宋朝在如此艰难的局面下 它能够扛住 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 更重要的是 这个结果对于中华文明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 一起穿越回1004年 大宋仅得元年 好 我们现在就回到1004年的开封城 去感受一下那一年大宋朝堂上的那个氛围 要知道 过去五年 宋朝一直在和辽朝打仗 而形势发展到今年 所有人都知道 大决战是越来越近 所以就已经不是边疆备战的问题了 甚至朝廷决策中枢的那些人事安排 也开始围绕着最后的大决战来进行 那比如说宰相人选问题 那上一期呢 我们提到的当时的宰相是李汉 在这一年的7月份就去世了 那接任者是谁呢 真宗皇帝是提拔了两个人 一个叫毕士安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还有一位你肯定知道 就是著名的扣准 关于扣准这个人 我们以后是要有专门一期节目来讲的 这里只提示一点 就是扣准这个人的性格 太糟糕了 他可不是民间传说中的那样 是一个自带喜剧效果的开心果 一张嘴就是一口山西话 不是啊 扣准的性格是特别的刚 刚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 前一任皇帝宋太宗 曾经对他有一个评价 还拿话说的 原话是这样的 叫鼠雀尚之仁义 旷仁乎 就一只老鼠一只鸟 也多少通点人情吧 何况你是个人呢 你看这话说的有多重 扣准这样的性格呢 本来是不太适合当宰相的 但之所以还是有这个人命 没办法就是因为马上要打仗啊 你看在正式任命之前 真宗皇帝就问了另外一个宰相 就是刚才我说的德高望重的毕十安 哎呀说真头疼 我听说这个扣准的性格也是太刚了 做事呢有点意气用事 恐怕他不太适合当宰相吧 征询意见 那毕十安是替扣准说了一大堆好话啊 核心就一条 说现在我们和辽朝要开战啊 这个时候正好需要扣准这样的人才 什么人才 毕十安给了扣准四个字的评价 叫能断大事 大战在即宰相人选不能用那种指挥按部就班 处理行政事务的官僚了 得是那种能在关键时刻拿大主意的人 你说白了 扣准这个人就是领导力不怎么样 但是决策力特别强 敢于拍板 这样的人在这个时候当宰相正好合适 所以你看扣准败相这个人事安排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员任命 而是多少带有一点组建战事政府的意思 还有一个证据 就是新的宰相班子就位不久 真宗皇帝对他们几个人就有一个指示 特别指示 他对两位宰相说 说按说呢 本朝的制度在军事上的事 应该归书密院管 不是你们宰相操心的事 但是你看现在我怎么做的呢 现在前方有重大的军情奏报 我拿到还是先给你们宰相看 你们有什么意见 一定要提出来 不能因为和书密院的这个文武的分工 就事不关己高高刮起哦 我们要同舟共济哦 按说呢 宋朝的皇帝对于军政分开这个事非常在意 搞文武制衡嘛 那基本上是宋朝立国的基本国策啊 但是没办法 这个时候大战在机啊 管不了那么多了 大家一条船上 群策群力 所以你也感觉到 宋朝的中央已经隐隐然形成了一种战时体制 但即使是做了这么多准备 包括心理准备 到了1004年10月24号 这是换算成功利的日子啊 当辽朝举全国之力发20万人马南征的时候 给宋朝君臣带来的那个心理冲击 还是非常大 你就看看 辽朝选的这个日子 10月24号 10月底 中原已经秋收了 这是有讲究的啊 你想 这意味着农民交的粮税 基本上已经进了官府的府库了 对吧 那辽军南下就不用带粮草了 边抢边打就行了 随便打下一座城池 把官府的府库打开 那就是军粮 而且你算 现在是10月底 越往后天气越冷 我估计他们算过啊 等辽军到了黄河岸边的时候 黄河就接兵了 黄河接兵就不是天险了 过了河就能直到开封城 所以这个战况当时是非常紧急的 如果当时你在开封 你是宰相群体当中的一员 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的信息环境是这样的 我给你描述一下 就是 10月31号 你接到报告 说河北唐县遭到20万辽军的攻击 然后没过两天 11月1号到3号 你接到报告 说河北的威鲁军出事了 盛南军又出事了 北平寨又出事了 还有保州也出事了 到处都遭遇辽军的攻击 不到一个星期 11月7号 你又接到报告 说辽军开始合力在攻击河北的定州 这是一个大成寨 又不到一个星期 11月13号 你又接到报告 说山西可兰军又出现了敌情 请注意 这又跑到太行山的西边去了 辽军到底来了几路人马 你又不知道 你看 这就是20天之内发生的事情 这个战争就是这样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战事一起 各种信息分支踏来 有一点像黑雾腾空 真假难辨啊 你是萌的 辽朝到底发来多少军队 分成了多少路 战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战术路线又是什么 哪支军队已经打到哪了 现在的胜负如何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一概都不太清楚 那如果你是宋朝的宰相 反正一时间你能感知到的 就是北到河北狼坊 东到山东围坊 南到河南浦阳 西到太行山以西 山西 流民四起 哀号遍野 甚至有传说是这样的 说辽军主帅叫肖塔岭下令 要屠杀沿途所有的15岁以上的宋朝男子 这叫山河一片狼藉 你作为宰相 你甚至作为皇帝 你能不急吗 话说有一天晚上 光紧急军报就送来了五封 按说紧急军报嘛 应该赶紧送到宫里去 即使皇帝这个时候已经睡觉了 夜里叫起来请皇上处置 但这个时候呢 因为是战事啊 所以已经夜里有值班的宰相 那今天晚上值班的宰相 就是寇准 寇准看到这个情况说 说不急了吧 别去打扰皇帝了 咱们接着喝酒 谈笑风生 明天早上再说 那是真不急吗 是 是情况已经到了急也没用的程度了 你果然 第二天真宗皇帝早朝的时候 听说夜里来了五封紧急军报 急得值多久啊 寇准说那咋办 现在只能做决定 您要御驾亲征 您敢做这样的决定 时间不长咱就能把这事平了 呀 真宗一听要御驾亲征 说这事大啊 来啊 让我回后宫认真想想 扣准上去 砰 一把就把他抓住 抓住他的袖子 说了一句话 说陛下入 则臣不得见 大事 去 就是您今天 自要是回了后宫 您肯定就打退堂库 您自要是不御驾亲征 就大事已去咯 所以从这个细节 你能琢磨出一点什么 就是头天晚上扣准 不让皇帝夜里起床 看紧急军报 接着喝大酒 他不是不着急 而是情况已经发展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就是再一份一份的分析军情做处置 已经来不及了 在扣准看来 甚至现在连给皇上回宫睡个午觉 仔细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了 只能就在朝堂上 您现在就金口预言 做决定咱们御驾亲征 只来得及这样 不过呢 当时的气氛 你也别觉得这事扣准就说了算啊 事实上当时的朝堂上 是七嘴八舌 各种争议都有 两位宰相 就是毕时安和扣准 都是主张皇帝要御驾亲征去前线 但同时也有另外的声音啊 就主张皇帝要跑皇 去哪儿 其实意见也不同意 就说两个人啊 一个呢是参知正事 也就是副宰相叫王亲若 这个人在后面历史当中非常重要啊 将来我们会反复提到他 参知正事王亲若 他主张皇帝要去金陵 就是今天的南京 树秘院 也就是最高军事机关的副长官 叫陈瑶索 他主张皇帝往西去 去成都 过去呢 我们注意这段史料 往往都是觉得 哎呀 这是讲故事的需要 你看 有一个正面人物 对吧 无私无味的正面人物扣准 那咱作为编剧就得给他搭配两个胆小鬼的反面人物 这才能凑出一台戏啊 王亲若正好是江南人 所以他要骗皇帝去金陵 陈瑶索是四川人 所以他要带皇帝回成都 你看 这都是小动物式的反应啊 就一旦受了惊 掉头就往老窝里跑 这就能够反衬出扣准的英雄气概 这是讲故事的需要 果然扣准又出场 扣准听说了啊 及时阻止了这次逃亡 而且当着皇帝和这两个人的面 说了一句特别霸气的话 说谁给陛下出这个受主意 就砍谁这头 这是很知名的一段历史掌故 但是呢 今天我们站在1004年的历史现场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如果王亲若和陈瑶索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两个建议皇帝跑的人啊 他们的建议是认真的 他也不可能不认真 他们都是高级领导人 那他们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单纯就是害怕 就是想回家 就是想妈妈 当然不是 咱们中国历史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漫长的 不间断历史的一个部分 所以像王亲若 像陈瑶索这样的中国的读书人 他看着眼前的事实 脑子里是什么 他都能闪现出一些原来的历史原型 他们当前的选择 往往是历史上已经有过的选择的翻版 好 王亲若建议皇帝去金岭 去南京 这是什么 这是走东晋路线啊 对 差不多700年前 北方五湖乱华 东晋的司马瑞 不得已迁都到今天的南京 这才沾稳了脚跟啊 那如果皇帝去了成都呢 这又是什么呢 这是走唐玄宗的路线哦 差不多250年前 你知道的 对吧 安禄山造反安史之乱 跟今天的形势也差不多 也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打过来 也是鱼羊皮股动地来 那皇帝跑到四川 才躲过一劫嘛 所以这下我们听出来了 皇帝跑还是不跑 甚至更具体的往哪里跑 这绝不只是一个行动建议 也不只是对皇帝个人安慰的关注 这是什么 这还是一个对当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判断 那不管是走东晋路线 还是走唐玄宗路线 这都是在承认 这次跟历史上一样 面对北方来的强敌 咱们打不赢 这是个判断 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只能像晋朝或者唐朝的皇帝那样 攒避风芒嘛 找个地方站出脚跟 这可能已经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那更往前一步 就是王亲若陈妖所所代表的这一群人 他们的判断是什么 是大宋朝的终衰局面 怕是避免不了了 那我们这些人作为事后诸葛梁啊 当然我们可以嘲笑这些人 悲观主义者 逃跑主义者 胆子小 错误估计了形势 但是抽身出来一想 跑一定错嘛 不一定的 远的不说啊 一百多年后 宋徽宗 宋钦宗 他不就是没能及时跑嘛 才断送了北宋的大好河山嘛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六百多年后的崇祯皇帝 如果他能及时的迁都南京 后来结果没准要好得多啊 对大明朝来说啊 所以跑还是不跑 这个历史当中的是非对错 难说的很 所以啊 接下来我们就假装和 彼时安 扣准 王亲若 陈妖总 这些人一样啊 我们都在 1004年的历史现场 咱们也替宋针宗操操心 替他算算账 这一场 宋辽大决战 马上要开打 那大宋朝 到底有几分胜算呢 咱们这么说啊 如果我也生活在 景德元年的大宋朝 如果我对这个朝代 有很深的了解 如果这个时候 是1004年的10月底 就是大战刚开始的时候 你非让我对宋辽决战 做一个预测 那我可能是非常悲观的 悲观的原因 大概有两层 咱们一层一层的聊 先说第一层 就是很显然的军事劣势啊 我们都知道 宋朝的疆域 比此前的汉塘要小 对吧 西边小一块 北边少一块 但是请注意 这可绝不仅仅是面积问题 这两块领土少了 就少了两项重要的战略资源 西边少的这一块 就是核桃地区啊 这块丢了 中原王朝就没了养马的马场 在冷兵器时代 马的重要性是不得了的 相当于现代战争里面的坦克 它既能提升火力 也能提升机动性 所以中原王朝 你比如唐朝 唐高宗的时期 大唐帝国有70万匹战马 但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大宋经内 没有好马场了 所以战马只剩下21万匹 现在宋真宗的时候 更少一点才20万匹 那北边的对手辽朝呢 骑兵数量一直维持在30万以上 而且不能只看数量哦 宋朝不仅是马少 而且质量还差哦 其中有不少是什么四川马呀 福建马 尤其是那个福建马 很容易受惊吓 这个马的质量差到了 就是不能上战场 只能做运输用 你想20万匹里面 还有这样的品种 而辽军的契丹马呢 虽然算不上有多好吧 但是强在适应力很强 不容易生病 非常容易成土奔袭 所以综合看起来 辽军的骑兵能力 确实比宋军要强 这是西边将雨少 带来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北边 北边也少了一大块 这后果就更严重 北边这一大块是哪呢 估计你应该知道 就是幽云十六州 十六州太复杂了 其实你只要计两个州就行 幽州嘛 就是今天的北京嘛 云州嘛 就是今天的山西大陀 好 你打开地图一看就知道 幽云十六州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就是华北平原北边的那个盖 横的是燕山 纵的是太行山 就这个盖就是幽云十六州 所以你如果把中原想象成一个四合院 这是什么 这就是北边的那一道院墙啊 所以自从幽云十六州在五代的时候 被辽朝占了之后 中原王朝就失去了天险 失去了院墙啊 老赵家也不容易 建个大宋朝就相当于 新安个家 新弄个四合院 那北边的墙一直不在 这皇帝都三任了 住在里面 这透风的感觉 真是不好受 你再看辽朝这边 什么时候想打仗 想打仗了 骑兵一旦踏过幽州的边境 前面就是一片大平原 对 华北大平原啊 一冲到底啊 几天功夫就能打到黄河岸边 过了黄河就是变凉了 所以宋朝这个地缘环境 也是太险恶 为什么建国之后 心心念念的要收复幽云十六州呢 它不光是好听话 什么恢复汉唐故地这样的政治考量啊 更重要的是 确实有实实在在的军事防御的需求 现在你看出来了 宋朝和辽朝打仗 他心里怎么能有点呢 要战 无马可战 要守 无险可守 这就是明摆着的军事上的劣势 这是一层 我们还可以再深一层的去看这个问题 打仗嘛 除了摊在面上的硬实力之外 还要打个软实力 对吧 其中很重要的是士气 一般来说呢 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 士气会更高 因为你来抢我嘛 我跟你拼了嘛 一寸河山 一寸雪 那一般来说 中原王朝会有这样的一个士气加成 那好 具体到1004年 宋朝和辽朝的大决战 宋朝有没有这个士气加成呢 情况比较复杂 大宋这边确实有保家卫国的士气加成 但要命的是 人家对面的辽朝也有 这就牵扯到对于辽朝这个政权的理解 我们一般的观念是这样的 说中原王朝农耕文明 北方帝国有牧文明 有牧文明什么样啊 他不要土地的呀 对吧 唐高祖李渊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 说这些有牧民族的人 是建立即前 知难便走 圣旨求财 败无残色 什么意思呢 说这帮家伙 哎有意思啊 这个见了好处就伤 看到难处就撤 胜利了呢 也只抢一些金银财宝 败了之后走的时候 哎怎么一点脸都不要 一点羞愧之色都没有 这站在李渊看来 这好像有点奇怪啊 其实李渊这个话 他代表了农耕民族自己的心态 农耕民族打仗为什么 就是为了争土地呀 什么是土地 对农耕者来说 那是非常神圣的存在 我吃饭穿衣靠他 我养儿育女靠他 我自小熟悉的家乡在此 我的祖宗焚营在此 土地问题背后 对农耕民族来说 有太多的文化的情感的因素 所以打仗多少会有一点 保家卫国的悲情意识 这也能转化为战斗力的 但是游牧民族对土地 哪有这样的感情 他不讲这个嘛 对啊打仗胜了 可不就是为了抢东西吗 那败了败了不跑 不跑不是精神兵人吗 这有什么可羞耻的呢 这是过去的游牧民族 但是 大宋朝在1004年 遇到的这个契探辽朝 他可不能用这个母子去套了 辽朝不完全是一个游牧帝国 他已经形成了同时管理游牧和农耕 两种文明形态的能力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将来我们要专门找一期节目来讲 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 辽朝人可不是那种 圣旨求财 败无残涩的草原民族了 他们有很强烈的土地和家园意识 土地我们也要 而且坚定的要 所以你看 后来宋辽双方谈判的时候 辽朝的谈判使者 在桌上说的话 记录下来的并不多 最重要的就这么一句 说我们带了这么多人来打仗 谋求的就是关南之地 我要的是这片地儿 关南之地是哪呢 通常我们说幽云十六州 但是具体来说 这个时候有十四个州是在辽朝首例 而有两个州是在松朝首例 就是迎州和墨州 就是今天河北的河间和仁秋这个地方 那辽朝人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地儿 当年你们抢走的 现在我要抢回来 那这一次我们兴师动众来了 如果我们拿不回这片地方 我们回国 怎么跟国人交代呢 你听听这个口气啊 这哪是游牧民族的口气 土地开始有执念 完全是农耕民族的口气 所以你再看宋朝这边宋真宗回怼的话是什么 他说我守的也是祖宗基业啊 我哪敢随便就丢啊 你们要是这么了啊 非得要土地 那没办法 只能奉陪到底打到底 所以你看双方这在谈判桌上一来一回啊 都在强调一个概念 说不仅仅是我要这块地方 我背后还有人啊 我背后还有一个整体性的意志 辽朝的使者强调的我的国人 宋真宗强调的是我的祖宗 总之双方的意思是一样的 叫领土神圣 没法退让 我没有谈判余地 你想这么开始的战争 就很容易变成不死不休的酷烈的战争 这么开始的聊天 就很容易把天撩死 对吧 对中原王朝的历史叙事来说 那不仅是这两个州啊 整个幽云十六州都是我们的 都是我们的汉唐故地 你们是草原上的民族 你们应该退回到长城以北 然后自生自灭 我就不管了 但问题是 你有没有站在辽朝的角度想过这个事呢 那他们会怎么看待这片土地呢 今天咱们不妨假装自己就是当年代表辽朝的谈判使者 我们就来到禅渊之盟的谈判桌上 我们想想我们会怎么替他们聊天 我想大概有这么几条是肯定能摆到桌面上 第一 请注意啊 下面我是辽朝的使者啊 第一 幽云十六州这块地方 它不是我们契丹人辽朝人偷来的抢来的 是当年你们中原的后晋皇帝石敬堂 割让给我们的 而且不是白给的 我们是帮石敬堂当上了皇帝 这是我们干活的酬劳 这是我们流血流汗换来的 对吧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我们什么时候拿到的幽云十六州啊 那是后晋天福三年 公元九百三十八年 请问呢 你们宋朝那个时候在哪呢 那个时候别说你们宋朝了 连你们宋朝篡位的那个后州都还没有来 你们老赵家的宋朝是公元九百六十年才有的 我是先长的眉毛 你是后长的胡子呀 就算有纠纷 那也是我们和后晋老十家的事 你们老赵家一窜位的 舔着脸跟我谈什么胆呢 这是第二条 对吧 第三条 这次我们来 也不是想对你们怎么样啊 就是要把后州的那个柴融 从我们手里抢走的英州墨州 就是关南之地拿回来 当年你们中原人是用武力从我手里抢走的 我今天武力把他夺回来 这罗金没毛病吗 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 说起打仗 嘿嘿 你们宋朝人建国之后 我们两国是打过两次仗 两次都是你们主动侵略我们 对吧 我们是保家卫国 对吧 第一次979年 第二次986年 这两次不是我们先动的手吧 是你们打到我家里来吧 那结果怎样呢 丢人 两次你们都败了 作为使者啊 辽国的使者 我来总结一下 我们争议的英州和墨州 所谓的关南之地 第一 我们是合法途径拿到的 第二 不是从你们手里拿到的 第三 被武力抢走的 我们这回武力抢回来 第四 你主动打我两回 我现在打你一回 你不亏吧 你主动打我 你处心几率 做好准备打你都打不过 现在我做好准备 主动打你 你还赢得了 上面这一二三四条 都是我自己假想演绎的啊 但是我估计 当时谈判桌上 即使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说法 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打仗嘛 重在师出有名 如果真要讲道理 你看看 辽朝的军民上下 包括我这个使者 我也能讲出一番我的道理 我打这场仗 也有我的底气 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 士气这个词 士气是战场上重要的精神力量 既然提到这个词 我们就不妨再深看一层 对1004年宋军的士气影响最大的 请问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两次北伐 979年一次 986年一次 两次惨败的北伐 979年是宋太宗本来是要灭北汉 想顺手牵羊吧 一股作气吧 拿下游云十六州得了 反正也是出一趟门 咱就不跑第二趟了 结果呢 惨败 高粱河一战 不仅大军溃散 连皇帝宋太宗的腿都中了剑 最后是孤身坐上了一辆旅车才跑回来 所以现在网上有人给太宗还起了个外号 叫高粱河车神 当然了 你可能会说 这次没有准备好 偷袭 大意了 那七年后怎么解释 986年的雍西北伐 那可是您精心准备好的三陆大军北上伐辽 结果怎样 还是个败 而且败的更惨 杨家将的杨老令公杨叶 就死在这一战 你说这两次对辽战败 还是近20年来的事情 那我们就再往前看 再往历史深处看 中原王朝和辽朝交手 那个成绩带一直很难看 我们现在讲五代世国 脱口而出 好像就是梁唐靖汉州 以为是连下来的 其实不是 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 具体说就是公元947年的上半年 后晋 就是石敬堂那个后晋灭亡了 后汉还没有建立 那请问这个时候东京变梁 或者说中原的主人是谁呢 没错 就是辽朝啊 对啊 辽太宗耶律德光灭掉了后晋 是短暂的成为过中原皇帝的 是短暂的成为过中原皇帝的 虽然后来他发现自己干不了这活啊 你说这时候为什么伟大吧 其实那个具体的战果没那么重要 因为要不了多少年 匈奴就卷土重来了 那个战果就灰飞烟灭了 重要的是什么 是创造了一个先例 他告诉后人 我们农耕民族在战场上不是白给的 别看他们有马 别看他们来去如风 我们是有机会赢的 而且是那种离亭扫穴的 指导王庭的 彻底的对草原民族的胜利 我们有机会 这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资产 后来的中原人就都知道了 不管我们现在面对什么局面 哪怕是败 甚至败到了灭国 没关系 我们还能东山再起 驱逐大陆 把外地赶出去 我们只是暂时没有做到 但历史先例证明 我们能做到 厉害就在这儿 这个能 你能的召唤来自于历史深处 它永远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场域里面回响 对呀 你去看南北朝的时候 南宋的时候 明代初年的时候 清代末年的时候 乃至抗日战争时候的史料 未清获取病的故事 总是被人反复提起啊 提起的可不是故事啊 这是创制历史先例给后人带来的力量感 我们要从历史的民族记忆深处 把力量调取和激活出来 这就是讲故事的力量 好了 我们回到1004年 在大宋军臣的记忆里面和辽巢打仗也有先例啊 当然是反变的啊 这个先例就是20年来咱们反正是没赢过 50年前还被人家彻底征服过 这就是先例啊 咬明的啊 对吧 凡事一有先例就在后人的脑子里种下了心魔 对啊 所以只要辽军的铁蹄一过边境 大家心里某个角落就会有声音响起来 不会吧 又来了 这是又一次五湖乱华那个先例的重演 还是安史之乱那个先例的重演 还是就在几十年前 那个汴梁陷落 辽国人要入主中原那个先例的重演呢 这个声音大家可能不说 但是先里头会有的 所以现在我们回头再来看1004年 景德元年 大宋君臣在面对潦潮大兵压境的时候 他内心里有担心 有恐惧 有疑虑 甚至有人提出 要攒避锋芒 远走金陵或成都 有这样的建议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 对 我们不能苛责古人 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我们不能充分的看到古人面对的现实 不能理解古人脑子里的那些模型和先例 我们对他们的处境其实一无所知的 我们对他们的很多指责就是轻率的 那反过来 我们对他们的勇气 其实也是没有给予足够尊重的 比如说 后来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一路护送下 当然也可能是连拖带拽的 来到了宋辽战争的前线 不仅来了 不仅是御驾亲征 而且来到前线禅州 不仅来到了禅州 而且渡过了黄河 来到了禅州的北城 当皇帝的旗帜出现在城头上的时候 当所有的宋军大呼万岁 那个声音震动几十里的时候 军队的士气达到顶点的时候 在那个刹那 我相信当时在场的人 很多人是热泪盈眶的 但是如果不理解刚才我说的 宋军的那些弱势 那些难处 那些内心的恐惧 我们就会低估宋真宗的勇气 我们也无从理解那几十万宋军士兵的 兴奋的呐喊万岁万岁 他们到底为什么那么喊 好了 我们刚才这一段说了那么多宋朝一方的烈士 那为什么历史最后的结局 居然是双方握手言和 那和平不仅猝不及防的就这么来了 而且一下子就和平延续了一百二十年 为什么宋朝扛诸了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 现在我们是都知道了 宋辽缠冤之战的最后结果 就是签订了禅渊之盟 那很多人呢 对这个和平条约都有一个印象 就是城下之盟嘛 而且是宋朝付了钱的城下之盟嘛 一年要给辽朝三十万的碎币嘛 这怎么听都有点丧权辱国的意思 那这个话题我们下一期 一零零五年的一期的文明之旅 我们再详细分析 毕竟禅渊之盟正式签订是明年的事 那在这儿我只提示一点 你想啊 如果两个政权抢一片领土 你说这片地儿是你的 我说这片地儿是我的 最后闹到我们俩要打仗 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领土归你了 你给我点钱我走人 那么请问到底谁赢了呢 当然是拿住了领土的你赢了呀 对吧 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 所以关于一零零四年大宋景德元年的禅渊之战 以及它的结果禅渊之盟 我们现在基本可以下一个十二个字的结论 叫双方平分秋色 大宋略战上风 好了 如果你接受这个结论啊 那就奇怪了 前面我们那一段花那么长的时间 说了宋军的那么多劣势 又是实力的又是软实力的又是心态的 这么多劣势 最后大宋为啥扛住 而且还能略战上风 原因当然有很多种啊 在这儿呢 我讲一个观察的角度 就是1004年这个时候的大宋朝 它已经净化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物种 和我们在历史书上熟悉的强盛的汉唐 不一样 和宋朝之前的五代也不一样 想象一下 我们喜欢的汉唐盛是什么样 就是一个体面的大帝国 它应该什么样 在军事的角度上来说啊 当然应该有一支非常强悍的边防军队啊 谁敢惹我 我就灭谁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叫犯强悍者岁远必诛 你惹了我一下 我追到天涯海角要弄死你 但是不好意思啊 宋朝从逻辑上讲 他就做不到 请注意 不是从实力上讲 是从逻辑上讲 他就做不到 说白了 他就不想做到 为什么 因为宋朝立国的国策 就不会允许出现这样强悍的边防军队 对吧 如果追求军队的战斗力 那是有很多办法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赋予将领独立的带兵权 你的子弟兵你带 这样你便于指挥 到战场上 你有临时决策的指挥权 甚至有自己就地征集军需的权力 那军队战斗力当然就上去了 但是请问那样的将领是什么呢 那不就是凡真吗 这样的将领不就是另外一个安史之乱时候的安禄山吗 对啊 经过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那样的乱世 宋朝皇帝几代人的努力 就是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出现这样的将领 我们不要这样的军队 太可怕了 所以历史学者赵东梅教授 在他的那本名著啊 叫法度和人心里面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他说宋朝的边防军 不仅是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而且流水的兵上面还得有流水的官 更要命的是 这流水的兵跟流水的官 还不是一条河里的水 他们永远的分流 那这样的边防军 他当然就不能对中央构成威胁 但是他对外敌 他的那个战斗力也下降啊 对吧 没办法嘛 王朝你要安全还是要效率 你到底要江山稳固和平愿景 还是要军队的战斗力 你选 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那怎么办 那么大的宋帝国 面对辽朝这样的强敌 又不能出现强悍的将领 这国防安全怎么办 那这种历史压力可就太大了 他就活活的把大宋的军力建设 逼到另外一条道路上 把大宋这个国家变成了另外一个物种 什么道路啊 就是拼命强化防守能力这条路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 大宋朝的军事建设原来可能是要变成一只猎豹 现在呢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我的攻击能力不怎么样 但是你看我这个皮糙肉厚 力大深沉 你也弄不动我 变成这么一个物种 防守能力超强 你可能会说 这防守能力不也是战斗力吗 有毛区别呢 这个区别还挺大的啊 进攻和防守 表面上只是打仗的两种策略 但它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文化 我这儿有一本书 曾锐龙先生写的《精略忧烟》 其中就提到了宋朝初年的这个战略文化的转型 这各个层面都在转型 从国家的大政一直到具体的军人什么样都在转 那你想宋代之前五代的军人什么样 你想在军人群体当中获得拥护和声望 自己必须是好汉的 必须耍枪弄棒 自己武艺高强 而且性格上得是那种好勇斗狠的好汉性格 但是宋朝建国之后 这个将领的风格就变了 比如说你可能知道宋朝有一个开国大将叫曹斌 很多重大战役曹斌都参加了 尤其是灭南唐 曹斌就是主帅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曹斌 跟林冲似的什么枪棒叫头 有什么武艺 没有 他在历史上留下来的事迹都是什么 强调这个人清廉宽厚仁爱守法 这些特质搞得跟个士大夫一样 所以你看将领的风格在变化 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战争的风格也在变 宋朝之前五代时候的战争什么样 讲究的是个来去如风速战速决 讲究是少废话不服就干 讲究野战 是罗子是马拉出来打一场胜负立判 是这么个风格的战争 听着过瘾吧 但说实话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当时五代时候的战争是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的 那些政权的合法性很薄弱的 军队的士气波动非常大的 所以想打仗只能以快制快的打 因为撑不久嘛 内力没有那么雄浑嘛 所以只能拼个快剑嘛 但是在1004年的这场宋辽禅运之战中 我们看到的宋军完全就变成了另外一种路数 变成了那种非常厚重的防守风格 那这两种风格的背后是什么 是战争需要的那个资源结构变了呀 对啊 快冲快打的进攻战 讲究的是什么 除了兵力和武器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天才的将领 这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战场上的要素组合是千变万化的 战机是稍纵即逝的 岳飞讲的那句话好吗 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个战机的判断 我都没有什么理由 我就突然扶制心灵 这一下觉得是时候了 就要出兵 这叫存乎一心 我跟别人说不着 所以进攻战的胜利 本质上就是把将领的智力资源 转化为了战斗力 但是防守战就不一样了 防守战不能说将领不重要啊 但是国家的经济资源 这个民族的技术资源 也都能转化为战斗力啊 没准这后者就更重要 我简单举两个例子啊 前面我们说过 宋朝之所以要争这个幽云十六州 就是因为我北方边境应该有天险 对吧 幽云十六州就是天险 现在没了 没了怎么办 大宋朝有的是人历 没有天险 升灶呗 你很难想象 从宋太宗的纯化四年 就是公元993年开始 在华北大平原的宋辽边境上 大宋朝居然修建了600里的人工湖泊 人工湖泊 600里 规模非常大呀 你看它那个长 是从今天的河北宝丁 一直修到海边 就是今天的天津一带啊 你再看那个宽 宽的地方最宽的一百多里 都是湖泊 一层一层的 窄的地方也有八到十里 这种人工湖泊呢 宋朝人管他叫唐泊 这是平原地区 就这么干啊 挖沟 挖唐 那山区呢 山区就是种树啊 有的是人历种树 尤其是种榆树 那这种用榆树形成的树林的要塞 就称之为叫榆栽 榆栽和唐泊 类似 你听出来啊 一个水一个树 都可以挡住北方来的骑兵嘛 你冲你冲不动了嘛 所以你看 基建狂魔 这不是白给的 宋朝的人口优势 经济优势 就这样 就转化成了战斗力 还有 我们前面还提到一个词 技术优势 对 技术优势也能转化为战斗力 你比如说 宋朝人就发明了用打井来收成 打井不就有点水吗 对 打井可不仅能够提供水源 还有其他用处来 比如说在冬天 宋军就可以把井水浇在城墙上 这结冰之后 这城墙就很难往上爬了 这滑嘛 对吧 公元999年的碎城之战 著名的杨家将 就是杨六郎 杨燕昭 就用过这个方法 我小时候听评书的时候 评书里还有这个一段的 到了今年 1004年的时候 宋朝人还琢磨出了新法子 就在双方 产冤之战过程当中 有一战叫苍州之战 水井里面的水 制造的冰块 干脆就当石头用 就不用再去刨石头了 你看 更方便 这就是技术 那宋朝人 更关键的技术优势 体现在什么 是弩机上 弓弩的弩 要知道弩和弓不一样 你要想用好弓箭 那得有非常好的体能 还得经过长期的训练 一个武将 能够拉开多尔旦的弓 这是很牛的个人能力 干脑机不用 他有一个扳机 先用腿 用腰 用手 用力量来上弦 力气小的人 也很容易就能掌握 或者干脆 有力气的人事先上好弦 没力气的人现场用 这样一来 用弩机宋朝的人口优势 就发挥出来了 最大的弩机 居然需要上百人同时工作 才能使用 而且你想 这弩机这玩意 它是事先上好弦的 所以只要有技术研发能力 它的力量的上限 是可以不断往上突破的 对吧 你攻嘛 你再强的人 你拉开也是有头的 弩机的上限没头 到了公元976年的时候 宋朝已经把那个 其中一种弩机 叫床子弩的射程 提升到了1580米 什么概念 1580米的射程 是现代的狙击步枪 也就这射程啊 所以你看 如果一个国家 它的军事策略 是致力于防守 那它的经济优势 它的技术优势 就能够转化为战斗力 那事实上呢 回顾1004年的缠冤之战 辽朝大军之所以最后没有赢 之所以进来之后 感觉就是踢到了铁板上 之所以后来愿意谈判 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啊 宋朝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 转化为战斗力了嘛 好 我们稍微捋一下整个战争的过程啊 你就明白辽军的那个处境 10月底战争爆发 辽军的先锋部队 先是瞄准打宋朝的威鲁军 顺安军 那打不下来 然后呢 好 换一个 打北平寨 还是打不下来 好 接着绕道去打宝州和定州 这是两个比较大的据点 还是打不下来 辽军就有点急了 我能不能集中主力 我好歹拿下一个大据点 我提升一些士气也好啊 选来选去 选中的目标是营州 20万大军就集中在营州城下 非得拿下来不可 这是河北河间 今天啊 营州这一仗打得特别惨 那惨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辽朝的萧太后 和辽朝的皇帝辽圣宗 亲自举着骨唇 在辽州城下击鼓诸位 而郎们与我冲啊 但是没有用啊 辽军死了三万人 最后还是没有拿下来 你看我们过去 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啊 读到这一段 往往只注意到 说辽军厉害啊 骑兵一路冲到蝉州城下 过了黄河就是开封别凉 但是 如果1004年 我们真的在历史现场 我们心里是清楚的 在辽军身后那么广大的河北平原上 宋朝没有丢掉什么城池 大军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所以你辽军越深入 后面积累的风险就越高 没准被宋朝包了饺子来 所以当双方军队在蝉州城对峙的时候 城里的宋真宗的军臣 那内心当然是坠坠不安的 但是你想想城外的 辽朝的皇帝和太后 他心里有好受到哪去 趴着来 当然最后击溃辽军新防的 应该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 那个厉害的玩意儿 弩机 对 这场战争当中发生过整个中国古代战争史上 最著名的一次弩机射击 话说有一天 蝉州城头上的宋军隔了好几百米 隐隐抄抄就看着城下有辽军当官的来巡视前线 谁呀 管他是谁 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再说 然后就蹭就发射了一次床子弩 就是那个需要好几十个人摆弄那床子弩啊 就这么巧 这个巡视的统帅谁呀 就是辽军的大统帅 削他里 而且这一支箭居然就直接射中了他的额头 人抬回去当天晚上就死了 仗还没怎么打哎 主帅就先死了 这对辽军的士气打击太大了 就你看啊 从辽军这边看 攻城不下导致辽军孤军深入 主帅身死导致辽军军心崩溃 这两件事是缠冤之战两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也是辽朝愿意回到谈判桌上的两个决定性的因素 而这两个因素是怎么来的 你听出来了 一个就来自于宋朝的经济优势转化为的战斗力 一个就来自于宋朝的技术优势转化为的战斗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身去看 大宋朝这一架战争机器 对吧 就在宋出这几十年的时间里 它渐渐演化成了另外一幅样子 它从一柄匕首变成了一块盾牌 从牙间齿利的猎豹变成了窥然不动的大乡 缠冤之战以及它的后果缠冤之亡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十二个字的结论吗 双方平分秋色 大宋略战上方 但是其实我知道啊 咱们现在的人即使认可这个结论 大宋赢了那么一丢丢 即使他认可 他一点也不会觉得兴奋 为啥 因为不痛快 我们期待中的一个崛起中的帝国 打赢了一场仗 应该是什么样啊 应该有霍区病那样的猛将吧 应该有灭匈奴那样的战功吧 遥想霍区病当年 发明了骑兵的长途奔袭的闪电战 打的是大迂回大穿插大戒灭战 那多痛快 你在看现在的大宋 对吧 只会那个深挖沟 高筑墙 往墙上破井水 那都会这一套 那主打一个抗击打能力强 像一个缩起来的刺猬 反正你找不着下嘴的调 一直把敌人熬得没脾气 然后要不给几个钱你走 这叫什么胜利呢 不手 好 下一期节目啊 就是1005年的时候 我会重点跟你聊这个话题 在这儿我只提示一点 就是作为一个后人 我们往往作为一个个人是很木墙的 对吧 我们当然期待我们的祖先有过一次辉煌的胜利 把帝国的疆界向前推 我作为后人 我会知道我的血脉当中有一段激动人心的传奇 所以现在大家网民这么说 特别正常 但是 我提醒你 咱们再想象一个身份 咱们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咱们就真实的生活在1004年大宋的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们是更希望 哎 把侵略者赶出家园 然后我能继续过我的生活 还是希望 那不行 必须斩草出根 必须追到大漠 我们啊 利剑出鞘 我们满足皇帝 开疆吐吐的雄心呢 你作为普通老百姓 你要这个吗 当然不要 我要前者 我要过我的生活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视角的不同 这两个视角 其实折射出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就是国家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呀 国家的目标是什么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不同答案的 专攻宋聊史的林虎老师 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学术顾问 他讲过一段话 他说 中国历史表现为两度回归 第一次回归 你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 法家那什么主张啊 他把君主的欲望 当成国家的终极目标 甚至是唯一目标 其他人都是工具 这样的乱世是持续了好几百年啊 到了汉朝 尤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才实现了国家目标的第一次回归 就国家治理的目标 重新回到了道德政治 天子是谁 天子只是天的代表 一个自然秩序的维护者 那政治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是培养每一个人内心的圣贤道德 是实现整个社会的良善秩序 这是一次回归啊 国家目标不再是围绕君主转了 好 第二次 到了汉末的时候 又一次大乱世来了 国家的道德目标再一次迷失 最典型的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嘛 我管你脾行再怎么低劣 有再大的瑕疵 只要你有才能 我照用不误 对 乱世就是这样了 眼前的利益是目标至上的 宋朝初年的这几代君主 他们又在自觉的推动国家道德目标的 第二次回归 这难道不是进步吗 在1004年纷飞的战火里 你看到的 请问更多是宋朝的无奈 是权宜之计 还是一个国家的主动转向和文明进步呢 下一期 1005年 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 又到了感谢的环节了 首先要感谢用户 特别是那些把文明之旅当作家庭活动的用户 比如说有一位叫安吉拉的同学 休假的时候带着退休的老妈 还有爷爷奶奶一起看 她说奶奶还做了笔记 谢谢你让我陪伴了你们一家人的团聚时光 还有一位叫千千的同学说 她是带着8岁的闺女一起看 小朋友竟然前半个小时都坐得住 了不起 因为我家闺女7岁 我太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小女孩 看这种节目能坐住半个小时 这意味着什么 太了不起了 还有一位海盗船长同学说 她就跟她老婆两个人 是规模最小的线下看片会 每周都有我唠嗑陪着他们小两口 谢谢 祝你们幸福 那你们家的看片会是什么样呢 欢迎在留言区也告诉我 还要感谢各位线下看片团的组织者 北京的荣春梅就把自己的古琴老师 也请到了看片会 现场朋友们不光看了《文明之旅》 还现场听了古琴演奏 羡慕你们 还有南京有一个猫头鹰共学社 组织者叫崔海燕 他把我们得到讲国学课的刘伯老师 请到了现场 对呀 刘伯老师就住在南京 看完直接开小灶 南京的同学有福气 我相信刘伯老师应该讲的比我还好 也特别感谢刘伯老师 对《文明之旅》看片团的支持 那今天节目最后的感谢 我想致敬这本《惊略忧烟》的作者 曾锐龙先生 宋代初年发生的国家大转型 军事上从进攻转向防守战略 就是这本书给了我巨大的启发 他这本书当时让中国史学界是眼前一亮的 就是把现代的战略文化的理论 运用到了分析宋辽战争的各场战役里面 说起来也是令人唏嘘 这是二十多年前 2003年的春天 当这本《惊略忧烟》刚刚排印完 马上就要面试的时候 曾锐龙先生却因为非典 在香港英年早逝 所以好可惜 他并没有机会像我一样 有机会把这本书拿在手里仔细端详 好在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本书 好在我们得到听书 由我的同事对这本书的解读 你也可以去听一听 当时跟我一起面怀曾锐龙先生 好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株目 对数提供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